走外交 但是拉弓箭遭到了三振 所以在球速絕對落後的情況下 補了回來 那這個對決 連鏢2K 雖然這個班局是進到中心爆刺 不過現在還是沒有辦法突破 打一個內的一個彈跳 二壘手的跑動攻擊到之後 小炮球就可以了 三上三下結束了九局下半 這場難分難解的比賽要繼續看下去 我們稍後片刻 那投手的部分呢 則是由呂彥青 左頭手上來 因為要面對的是朱玉賢 這個球打順向 至少先把隊友送到三壘 都有收穫了 因為樂天這邊可以三壘的跑壘 也要去留意 哇呦 拘前成功了 沒辦法跑兩出局 這個半局兩個打者都打第一顆球 那這棒打高了 不太理想啊 那也上空的一個飛球 二壘手已經伸手了 比賽結束 哇 在這一場苦戰中啊 中信兄弟 客隊呢 最後就是靠著突破僵局 拿到重要的一分啊 在時局下半呢 呂彥青呢 也守成 所以最終就是1比0 棄走了地主球隊 樂天桃園 那中信兄弟呢 是拿到了一個 近期的四連勝啊 那在下半季的一個冠軍 甚至全年的這個勝率上面來說呢 持續就是在擴大他們領先的一個位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軍白 記得訂閱我們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頻道 以及帕坎兄弟 你來說 好嗎 好嗎 好嗎